台湾是大學 大學生什麼 大學生的網路生活 上班了 夾到了嗎 不好意思 沒關係啦 有這麼關係 小心點 你剛剛是在跟MAY視訊嗎 沒有 我在update今天的新聞 update今天的新聞 對 每天都要上網看新聞 趙哥才會做的事情 對 要打一槍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啦 其實現在大學生這個網路生活 過得蠻誇張的 如果真的要來算呢 大學生平均每週使用的時間是 22.45個小時 男生 我問一下 梁武帝 你一週大概多少個小時 幾乎每天都會用啊 大概會在那裡 沉迷的五六個小時吧 差不多 那你是高於標準 因為男生我們這邊的平均 每週是26.65 所以大概每天差不多三個多小時 那女生是18.41 請問大家會把你們的這個首頁 設在哪個網站 而且上網一定會看的內容是什麼 林妮 來 新同學 文化戲劇系 我很喜歡看星座 因為我一定要確認我今天的印是如何 然後看我今天信不信任 那都被他說中嗎 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女生的習慣就是這樣對不對 來 可樂 我很喜歡 因為我首頁是Yahoo 然後我超喜歡看他有一個 那個選項叫品味生活 就他每次都會介紹那個很漂亮的那個房子 家裡的裝潢 對 新裝潢 然後有時候會介紹那個很限量跑車 就想說買不起然後看一看這樣 對啊 過個贏吧 對不對 米露哥 我喜歡我的首頁是設在Yahoo 然後我平常喜歡看牌賣 因為我要看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可以走在流行的尖端之類的 有的要品味人生 有的要流行尖端 有的看星座 對 今天呢其實我們講到網路呢 請來這幾位都是對網路的這個 很深的研究幾位達人啊 首先歡迎到這個Yahoo奇摩 行銷經理Shari歡迎 大家好 欸 原來你每次都會把來賓名字念怪怪 人家在嘴角在微笑 你超緊張 正確念法是 Sh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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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有點Sharine Sh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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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請問一下 你們貴網站的目前最受 一般年輕人歡迎的是什麼部分 其實就從剛剛的數據啊 還有大學分的反應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們就是台灣所有大學生的索引 那其實喜歡分享的大學生 他就會用無名小站 來用照片或文字來分享 他生活的點點滴滴有趣的事情 那還有呢 比如說大家真的想用搜尋 我們家的Yahoo奇摩搜尋 還有知識家 來找他生活中需要的答案 比如說在過去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討論 就是你可以用搜尋 找到你的交往中的男女朋友 他是不是在背後搞鬼 當然有 比如說他不小心跟別的女生出遊 女生把照片PO在無名上 欸 你看 你就會發現 啊 原來他跟那女生出台 跟你說他那些在圖書館平行的 對 像我們納豆都PO在一週看上 對 因為 好厲害 對啊 哇 那是便宜 所以也可以看那些女生的網路上 是不是有很多納豆的照片 那當然還有跟你的生活圈的好友啊 想要 你想要知道他們的近況的話 就用我們的電子信箱 即使通 還有我們社交的名片 你就可以知道 你關心的人數 他最近的動態 功能很多啦 對 大家都用得到 對 好 第二位呢 歡迎到這一位呢 他曾經製作這個 網路版星光大道百萬部落客 針對國內優質部落格做一些評比 可以說對這個很多的這個網路 非常有深的研究啦 歡迎到資深網路人余文強歡迎 余文強的 大家好 那個 我是EmailCrash台灣訓經理余文強 那證券念法也是余文強 對啊 阿強阿強 那個其實我是比較鼓勵大學生 能夠在比較時間充裕的時候 利用部落格來建立個人品牌 因為這個其實是對自我的品牌的建立 那未來不管你是要拍賣啊 還是你要去交朋友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收穫這樣 嗯 強哥你這個一般網路啊 你聽到除了說一般的一些功能之外 你有沒有聽過說 有人用網路做到最誇張的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 這個最誇張的我想大家應該也聽過 就是有這個夫妻 然後這個生活很無聊 然後他們分別去這個上交友網站 結果約出來見面那一天 才發現老公原來是你 蛤 好有情趣喔 對 那其實很多很多誇張的事情 好像 這不是有情趣吧 這次就是 對啊 當場都被抓包了 對啊 因為網路這個 很多可能都會發生 接下來這一位呢 目前呢 成立這個 有個這個網路的服飾品牌 這個年營業額破兩億喔 馬上歡迎視頻網拍賣家婉婷 歡迎 婉婷 你營業額破兩億你來幹嘛 對啊 什麼好意思 都開心啊 大老闆 就是承蒙對岸的那個 大學生們的支持這樣子 沒有 我們也常常在網路上買東西 對啊 而且聽說你除了這個網拍很成功之外 你人生大部分都跟網路有關是不是 對啊 對啊 就我男朋友就是明年要結婚 然後也是在雅虎交友 看嗎 真的 那時候是大學 那時候還是ICQ的年代 然後我不會打字 我打字很慢 然後就想跟朋友聊天練打字 然後沒有人願意加我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到哪去找朋友 然後PPT我又不會上 然後就雅虎首頁看到一個交友 點進去登錄自己的那個個人資料 然後後來就有人開始送花啊 什麼...留言 然後就開始聊... 然後第一個網友 然後 所以你那時候真的是精神戀愛 因為那ICQ那時候不像現在 有這麼多可以 視訊...照片對不對 完全精神 那精神上這樣談了多久 才出去肉體呢 出去肉體 其實啦 其實 談了大概八個月 哇 忍得住欸 然後約了一個很浪漫的時間 夜誕夜 蛤 夜誕節那一天晚上就在一起喔 那一天晚上 是成為男女朋友 不是那個在一起 喔 好浪漫喔 今年夜誕明年請大家吃紅餐這樣 喔 速度這麼快就對了 不錯吧 不錯 好 那今天啊我們這個 要來聊聊看網路上面的功能 當然網路功能千千百百種 但是剛剛Sharing剛剛已經提到這個 知識家的部分 我想要請問一下大學生 你用知識家做過作業嗎 全或查 首先 小心笑黑黑 來 我們來問問他 我有朋友很白癡 他去知識家那個搜尋到作業 很棒很口語化 結果那個練習有時候小幫手很貼心 會幫你把網址列在下面 小幫手 交作業的時候下面有網址 一定要把那個網址 特別去把它 用掉 不然你 老師就會知道你是來自這一篇 傑地 我們是考試的時候 因為考試的時候老師出了題目 然後大家不會做 然後會拿iPhone 然後直接上網開始查 然後去知識家 結果查到去年同樣學長 問過同樣的問題 然後解答就寫得好好的 然後還有特別清楚註明說 學弟妹要在寫的時候 要把哪邊改一下 不然老師會發現 然後寫得很清楚 我天生喔 好痛的學 小賊炮是不是 對啊 你們今天都供出來了 那你們有沒有在知識家上面 找過什麼東西 是讓你就非常傻眼的有沒有 你知道其實知識家真的很好用 像我煮菜啊 有時候是第一次煮這個菜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會開 然後問 一打開 我就是廚房跟那個電腦 前面兩邊這樣跑跑 跑來跑去 對 然後再來 還有小孩半夜咳嗽 睡不著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我也可以上網問 有啊 它裡面中藥 西藥的方法 都會告訴妳 對 他們老師建議一直把它打一打 直接打死 爸爸 好 好 來 麥姬 就我有一次回家 我就看天空嘛 然後就想說天空到底有多大 然後回家我就知識家 我就打宇宙有多大 真的就有很多耶 很多 然後就想說 換算 他會換算家裡說什麼換算 然後會知道宇宙有多大什麼的 後來真的就是很大 真的假的 那你吃它幹嘛 我們也知道啊 很多很多 很多這種的 那個題目跟問題 但是女生關注的就是 擰擰這部分的 有一次 因為我有一陣子在減肥 然後就要特別注意食物的熱量 結果我就上網去查 熱色食物的熱量 然後結果真的有人把全部 可能油炸類的每一樣 什麼炸香菇啊 炸甜不到幾個熱量 然後全部都散出來 對 梁武帝 那個 這個是 DIY 的方法 這很熟耶 我覺得很傻眼耶 這個就是色情的啦 就是 Spaner Monkey Chicken的Chicken 你生13歲也會問說 欸 怎麼那個 做那檔事啊 就自己來這樣 我就覺得好傻眼喔 你13歲耶 你就想要玩這個啦 那你幹嘛去問這個 你不會嗎 他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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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生人啊 沒有 我就是 剛好去瀏覽到這樣 唉唷 好傻眼喔 拜託 小孩怎麼這樣 親死人啊 誰能的回答就是 我就看看 笑一笑而已啦 Chicken 其實他們講的 大概都有發生嘛 對不對 你自己有沒有 知識上面的 知識家上面的問題 真的無奇不有 但是我個人 都是比較喜歡一些 比較生活上 實際可以解決方法的問題 因為畢竟他是 解決生活上大小是嗎 所以比如說 你螢幕被筆劃到 怎麼辦 又不能把螢幕丟掉啊 所以就會從上面 找到答案說 欸 那怎麼把那個髒東西去掉 或者是咖啡沾到白襯 怎麼辦 類似這樣子的體 滿好用的 但是在知識家上面 會不會遇到一些人的回答 或是問的問題 是令人非常討厭的有沒有 傑弟 像我就是身體不是很好 然後常常就是會受傷 或者是感冒肚子痛等等 問題很多 然後網路上 就會有很多那種知識家 會告訴你說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最佳解答 通常最佳解答都不會是說 趕快去看醫生的那一個 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趕快去看醫生 趕快去看醫生 最佳解答都是一些偏方 然後我有一次就照了他的座 然後買了一個藥 然後擦完之後皮膚過敏 然後很嚴重 然後我就很生氣 覺得就是 那個罪壓解答應該要審核一下 就是不能夠就是有人回答 就OK好 那個罪壓解答 然後便把我們的 就是知識的那個關係是錯的 就是我們被誤... 我們會被誤導 對 因為他罪壓解答 其實不一定是對的 對啊 我之前... 我之前就有就是 就是在家裡面就發燒啊 然後結果我女朋友就很緊張 然後就上網去查 拿一個女朋友 對 OK OK 我記錯的是我媽 我記錯的是我媽 我去看他照 他就說 他發燒可以用那個米酒擦全身 然後女朋友真的拿米酒 就擦我全身 然後我就覺得很了 把你拿去煮吧 發燒是後來酒醉 或好醉會退燒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對 偏方啦 偏方啦 詹姆士 這個有時候有些人在回答的時候 他們就會順便廣告 他們就會說 譬如說我去問一個英文的問題 或是一個什麼文文 他們就會說 什麼某某補習班 是包你學的會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我問說 我皮膚要怎麼保養啊 什麼等等的 結果還說 某某診所 飛什麼什麼什麼 雷射什麼什麼 但不是 可是你如果看到 色情網站的廣告 會這麼氣嗎 這個 就看他的畫面是怎麼樣子 要看數 例如說 例如說 有點奇怪的話 但是覺得很討厭 但不錯的話就 就算了吧 就算了吧 你是邊講話邊抄偶 對不對 對 沒有 最後一個世界 對不對 阿怪 就是有一些問題 可能是比較私人 譬如說 我有就是性成癮症 或者是怎麼樣的說 我可能很有那個需求 然後問說 我該怎麼解決 然後下面都會留說 這是我的電話 我來幫你解決 對… 假的 真的嗎 真的… 你就看到十幾個人都留一樣 就每個人都留電話 都是這種網友 雪瑞你這種… 這種怎麼辦 會不會在裡面就有成交的 這個 因為其實知識家 我們說他是匯集網友智慧的地方 所以其實 其實提問題的是網友 然後回答問題的也是網友 然後其實選擇 最佳解答也是網友 對啊 那當然如果遇到一些 我們覺得站上 不太適合的 其實我們就會去把它做 譬如說犯態 就是做次錯的話 我們就會取消它的權限 就有這樣的方式 來避免一些不太適合的東西 出現在我們的平台上 對 那當然除了知識家之外 另外這個部落格 也是很受我們這個大學生歡迎的 想要問問看大學生 你最愛逛什麼類型的部落格呢 南大生物裡頭網具 竟有眾多支持者 只要買我二手衣的 我就送他一顆這個 其實這就是保麗龍球 誰啊 那我就寫說 我寫說那個限量 那個超強磁場的那個天安米蛙石 米蛙石 對 聽我的人真的很多 然後像這樣我就講說 那天要去張機啊 然後蜜料神經失調的醫生就 我們說 鼓勵到現在一直沒有女朋友的原因 怎麼這麼 他就 教你要揭曉了 對啊 你幹嘛去賺金選帥哥啊 我不這樣 我不是喜歡那個男生喔 我就是去學習 他如何成為帥哥的 這樣 你學到了什麼 相信我 我有一天也會成為大帥哥的 是 目前上圈張揮劇的樣子 不錯 不錯 對啊 不錯 那你現在學到了什麼 對啊 就穿著啊 穿著就帥一點 他說他今天是周瑜 誰 周瑜 周瑜 今天 今天的路線是終極三國裡面的中 大圓 欸 女生反而喜歡看女生的 對 因為我覺得平常我身邊就是高學歷的美女很少 所以我就很喜歡看那種 介紹哪個 學校啊 台大有什麼戲的美女 然後就會讓我更想 認真 就覺得 哇 這麼漂亮 你可以就是讀得那麼好 然後就會更想要認真念書 那瓢蟲是不是也很特別 就是 我很喜歡看一個就是政大新聞系的美女 然後她寫的那個就是 部落格就非常的延遲 因為她新聞系然後又很漂亮 她長得像湯瑋 然後她的延遲非常犀利 然後她都會針對時事啊 或者是一些 她看過的書 然後寫一些就是她的見解 然後她最近就是對於最新的時事 然後有一句名言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鄭重我心裡 她說 就是女人們之後當妻子 當了昭康妻之後 不如去買一個香奈兒 好好犒賞自己或許還比較好 就針對於最新的時事 然後她就發出這樣的見解 最新的時事 對 然後就覺得 看了之後還蠻有感覺的 對 好厲害喔 不過 但有一個你們沒有看過嗎 什麼 個人意見部落格 有有有 超好看啊 就是她會針對很多名人的穿著 去做一些 譬如說 她會做得蠻毒的啊 比如說有一個名牌做的一個靴子 然後正常靴子就是 比如說 到這邊的 小腿 中筒的這樣 可是她那個牌子卻在上面 多出一根 而且有個圓圈 然後那個部落客就寫說 好鞋子上天堂 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發明 就是這樣的一個創意去設計這樣子 就是她常常會有很多 包括酒令啊 Elva我自己也都有被罵 是的 高人氣的部落格酒類多多 大家都有各自吸引人的特點 接著大學生們就要介紹 自己的人氣部落格的成功之處 第一位歡迎麥基 首先就是我要介紹我的那個網誌 就是我覺得網誌你一開始 你最上面的這個重點 一定要很吸引人 我是打免付費難題網頁 大家看到這個 都會馬上想要點這個 還好吧 會難題網頁 會嗎 會嗎 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嗎 來一篇特別的 然後就是我的網誌 其實大部分就是 我都是天方夜台亂寫啊 像我之前就是在網誌上面 就是有寫這一篇 然後我就說 只要買我二手衣的 我就會送她一顆這個 其實這就是保麗龍球 那我就寫說 我會寫說那個限量 那個超強磁場的那個 天然女蛙是 女蛙是 然後我就會寫 然後我就會說什麼 她就推進血液循環啊 什麼東西的 然後什麼心肌梗塞啊 這種都可以使用什麼的 你們在亂講話 然後就後來就是 就有 網路後面流行 很理直的就被罵說 那不是保麗龍球嗎 然後就後來之後 大家就開始罵她了 就都有人罵啊 就說什麼 大家會罵她說什麼 我覺得你說她是保麗龍球 我還滿訝異的啊 因為你這樣說的話 對密閉事空間是不尊敬的啊 那本身對你自己也不太有利 萬物有利 就是後來無名流言的人 就本身都很偏激 然後大家都會這麼講 然後像這樣就講說 那天要去髒機啊 然後泌尿神經失調的醫生 就是有給他三顆啊 然後像是什麼 吸氣啊便祕啊 然後做一點運動 就會容易調 然後睡覺的時候 會發現整個底下洗澡 會稍微淋巴按摩什麼的 就是挺我的人真的很多啦 然後就是可以 可以跟他們就是 有強烈的互動這樣 然後他就馬上留言說 他都試了 我知道錯了 我這好珍貴試了 好可憐喔 然後這個人就有人說 我認同樓上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他說什麼女蛙子 確定你這樣子 對他很不尊敬 然後說他之前去巴西 求過類似的磁場能量 就是大人家就好像有點病態 很認真耶 你還好像是說別人病態 因為我覺得我的體談偏激 偏激偏高 賺大錢 對 然後大家就是會來看 然後就會跟你有互動 真的有人跟你買嗎 就是真的 我賣過耶 我賣一顆兩百 賣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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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是買啊 有賣掉 我賣過一顆 一顆 然後後來之後 我變成是當作是贈品送這樣子 就是買我的二手藝 然後我就會送他一顆 對啊 你這北極熊真的快沒家了 你可不可以環保一點 然後再來還有 還有一個的題材是那個 就是我的題材就是 都是亂七八糟的 然後大家就是都會 很踊躍的他會去回妳 喔 好 等一下 我們來 像飄沖妳有什麼意見 我要幫他作證 他真的很誇張 他都亂賣東西 可是就是賣得出去 然後我跟他之前去逛士林 然後他買那個 三個眼睛的眼罩 然後他就說什麼 從外太星球帶回來的什麼 他明明買一百五十塊 他賣五百八 我賣的那個真的賣五百八 那個人就跟他說 那個人就說 我可以再幫我帶一個嗎 然後他也很好心的說 好 那我只能算你代購價 我買就是五百五 五百八我只賺你三十塊 然後我幫你買第二個 就五百五代購價 他明明就買一百五 他明明就買一百五 他明明明就買一百五 他覺得很買名的就是超看我 他之後還賣了四千多塊的東西 然後去跟人家面交 三姆士也有看過 我看麥希的網絲 而且他真的是非常厲害 他有那種瘋狂的粉絲 整個相簿都是貼以他為名的 相簿比如說 這個世界沒有麥希會怎樣 就這樣 然後這個世界沒有麥希會怎樣 就這樣有沒有 就這樣 不是麥希 整個相簿 而且他會瘋狂留言 哪裡來 如果我愛麥希 然後就是 沒有麥希的不行這樣 大家都會來搶頭箱 他有這種粉絲 搶頭箱咧 麥希怎麼會在我們節目裡 他是不是應該要去什麼地方了 不可思議的世界 不可思議的世界 就是女的世界 台灣的第二個喜好評 然後 麥希給自己下一個新的 這是我意思的啊 我以後最喜歡的 就是開一個那個靈異節目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最近就是 有一篇網誌寫說 我最近是養很厲害的動物 那我就講到說 就大家都養貌養狗很無聊啊 那我就亂講 明明就是一隻假的蛇 那我就說我最近花了我七千塊去買了一個新寵物 然後我幫牠叫小齊 然後說牠成長速度很快啊 彈來五天就長了13公分 然後就是說 就說 反正重點就是 我就說我愛牠 然後我就說什麼 我很愛牠 都會買那牠喜歡的洛杉磯的棉花糖給牠吃 其實這就是隻假蛇而已 然後我就會說什麼 給牠住高級的房子啊 然後就牠每天只睡綠色這間 就把蛇擺在那邊這樣拍 然後 就一連賽 然後我就說什麼 我在房間聽音樂看電影的時候 牠會乖乖來在房間這樣爬來爬去 然後牠就在這裡 我們請大家來猜一下牠的人氣好不好 然後重點 還有重點 我就說 我就問那個老闆說 請問一下這個蛇最大可以長到什麼程度 然後老闆就說 這條蛇其實你用形養牠的話 順利的話就可以長大變成這樣 然後就是 觀世音下面這條龍 然後大家都覺得好笑 就大家跟鳳凰留言了 然後就說那一直要多少錢 還要去哪裡買什麼 變成42格恩的 沒有 是這片剛好比較低啦 我剛剛講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圈裡面有一位導演嘛 他之前憂鬱症很嚴重 就住進了療養院 然後呢 醫生就說你不能每天待在房間 你要出來跟病人互動 然後大家病人在散步的時候 他也去了 然後就其中有三個病人就看到他 有一個就很熱情說 妳不是 某導演...這樣 他說你好... 另外兩個說他是嗎 他說他是啊 他說那詩導演怎麼會來這裡 他說跟我一樣啊 有強迫症... 我跟你講 我每天有強迫我自己在 七彩的雲端尋找我的花仙子 我覺得病比他輕耶 真的 對啊 邁基 你的小蛇還會養成那條龍喔 對 我就說 長大就變成這樣啊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老闆 我還自己設計對話 我就說跟老闆說 就是觀世音下面採的這隻嗎 他就說算你賺到了 老闆就算我賺到了 然後我就說 以後等他長大的時候 我就是要跟他一起去上課這樣子 就... 就是以溫馨的方法做結尾這樣 我哩咧 等一下 阿怪猜他的人氣是10加35 決勝了沒 阿怪猜他的人氣是10加35 就10就是那些固定班底嘛 會配合他的人 那10個 然後三數可能就是經過看到的 自己花錢買零言 自己花錢在裡面 對 可是我覺得就可能 今天播完之後可能人氣會暴增 應該會 可樂就猜是破億 這一定...我跟你講 因為我沒有想到一個這樣的謊字 居然有用會願意配合他耶 然後而且是這麼多人去攻擊一個 那個女蛙是什麼東西你告訴我 那個太誇張了 好 我們來看看到底數字是... 來 麥姬 其實現在是33萬 334496 33萬 多久 多做多久 對啊 多久啊 一年吧 82那邊吧 10年 大概一兩年那邊 一兩年33萬 33萬 差不多我們公布以後應該會破 應該可以破百萬 真的... 想不到麥姬風格獨特的部落格 也有不少支持者呢 不過節目播出後 是不是真的能破百萬 大家可以多留意麥姬的網誌喔 接下來 小楊要介紹他部落格高人氣的秘訣喔 像我就是我的無名網 就是相簿啊 我覺得增加人氣的方式 就是一定要就是 隨時更新新的照片跟網誌 那如果你隨時更新新的照片的話 就是會...常常會... 有可能會上首頁 或者是有什麼排名 這個相簿排名到哪裡哪裡 然後呢我覺得就是一定要... 男生我覺得就是像我啊 男生一定會點那個內衣網拍 對 那個每次都會爆針 可以看一下嗎 看一下 可以 就類似這樣 這是妳啊 對 然後我可能就是 因為我有拍網拍 所以就是會... 那都會加到我的最愛吧 然後就裡面有很多之類的 然後這一個相簿每次都超多人看 只要一放新的然後就會很多 這個大家會想去的 會加到我的最愛情案圈叉來 小溪 因為我之前就是MSN一上線 然後少年突然敲我 他說 妳有沒有看過小楊的無名相簿 我想說怎麼特別講小楊 我說我沒有看過 然後我就覺得他傳MS過來 王子一點 哇 不得了 馬上去敲可樂 可樂可樂 妳有沒有看過小楊的無名相簿 然後馬上傳開 大家都一直問我說 那但是只有傑弟打岔耶 我會害羞 沒有 我講真的 我覺得那有點太... 自己在家看更是害羞 對啊 你看剛剛傑弟聊天不是這樣 沒有 真的 那我們問強哥好了 沒有 不認識啦 強哥會不會 他會啦 但是他會害羞 好不好 好直接 我要講 有 他有別的照片啦好不好 有工作照啊 萬聖節啊 對 像我可以 就是我很認識蠻多 就是很正的模特兒 就是 想要跟他們出去玩啊 對...這個也是 看一下 看一下... MOMO做鬼臉的 等一下喔 就是都美女正常的 哇 都正美女 我開心耶 我們下次可以跟妳們去派對嗎 對啊 可以嗎 哇 哇 輕輕苦爬耶 輕輕苦爬耶 這個遊戲 這是什麼素女嗎 雙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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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出去玩 然後我們都會拍照 因為我們很愛拍照 所以都會放在裡面 那一本相簿也會很多了 但多點一些好看的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Forever就是這樣 哇 這是... 好漂亮喔 慢一點... 對 然後這些都會有這些人在 然後... 這是妳嗎 對啊 慢一點... 慢一點 不錯 對 就是這一張 對 然後我們就是有 就是利用這些東西 然後衝... 二手網拍對不對 然後當天拍 我覺得很多人會看 我們看看大家猜呢 哇 大元猜破五百萬 因為像我相簿 沒有那種照片 但是至少兩三百萬 所以我想說 她都放那些照片 應該會破五百萬吧 喔 對啊 破五百萬 那婉婷妳猜看看 她會破多少 這個應該破表了 就是應該網站掛點了 喔 這個數字沒有辦法衡量 來...我們看一下 正確答案是 其實沒那麼多 還七十幾而已 七十幾 多久的時間 一兩年 當日人氣五百多 對啊 差不多是麥姬的兩倍 對不對 現在是長到十一點 所以麥姬贏了對不對 那在這個階段呢 其實就是我們小楊跟麥姬 來PK這個 他們的部落格 那這個Sharine 來決定一下兩位 誰是我們的冠軍 可以得到妳有提供一個禮物 對不對 我覺得我要把她 這個獎名給麥姬耶 喔 喔 什麼... 因為她真的 胡說八道的本領 真的太厲害了 胡說八道 你看 對啊 好 她要送她保姨勇 這個時候頒獎 女蛙石耶 女蛙石要送她 女蛙石 女蛙石 這是我的回憶 就是一顆那個女蛙石 08 就是促進了08這邊 就一顆一顆 好 學運製作是送 自己回收 好 突然又覺得我學運循環變好 一波就有感覺喔 好 那我們 我們同場 有一個禮物 這是 MIG 對 MP5 好 謝謝 恭喜麥姬的怪怪部落格獲獎了 不過想到網路生活 就不能不提到拍賣啦 尤其碗子拍賣事業做到年英雄兩億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 在網路上面還有一個就是網拍 可以好好來賺錢 那我們想要先請問一下婉婷 就是這個 妳創業多久以後就開始賺錢 其實我比較幸運 因為剛好切入的那個時候 競爭者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大概三個月其實大概就回本 這麼快 嗯 可是是因為那個時候 就很多成本也比較低啊 那時候我還可以自己卡頭當model 可是像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一定就是要像小楊那麼正的 對 那我們想要請問一下大學生啦 就是妳們自己本身有在經營網拍嗎 娃娃有 有 我自己 我之前是在我自己的無名部落格賣韓國的衣服 然後我現在在奇摩露天也有 對 然後我就是賣了大概有一年 可是就是賣的還不錯 所以我現在就是有準備就是要開實體店面這樣 現在賣這個東西到底要不要交稅還是什麼 要抽 就是要付那個手續費而已 如果是在奇摩 如果成交一筆就要付一次手續費 然後妳刊登也要有刊登費 對 可是如果model那些就是要省錢 所以都是自己拍 然後自己後製 然後自己再上傳 然後自己再賣 娃娃妳這樣做多久然後有賺嗎 其實如果是說賺 因為我之前是自己去韓國帶 所以如果賺其實是算打平 可是因為我的貨沒有很多 對 可是如果之後要開實體店面 東西就會比較多 要開實體店面 環丁妳有實體店面嗎 我們是實體店面轉型到網路的 對 因為我們最早的時候的實體店面都在天母 那天母妳現在也知道 就咻 超淒涼 對 我們就是要給她什麼建議 她要開實體店面 其實就是其實在座大學生都還滿幸運的 就是這個節目的夾持 然後就是其實把各位的才華 各的部分其實都有拉出來 然後所以如果你開實體店面 都可能比較會注意的是 那個人氣如何維持 以及庫存的控管 因為賣衣服講真的最怕 妳可能看到營業額 可是妳的錢可能卡在妳的庫存 對 庫存的控管很重要 還有很大學問的喔 不要太衝動 好 接下來瓢蟲妳賣什麼 我是因為鞋子跟包包超多的 然後後來我想說 就是如果用不到就賣掉 然後我大概賣了十幾個包包 然後有些是名牌的 所以就是其實我覺得還滿好賺 而且就是我二手這樣子在賣的話 轉手在賣的話價錢也不會太高 然後也賣出去也賣很快 真的喔 Benny 我最近也有就是開始做一些T恤 就在我的就是 像這個就是我做的 而且我做的是創意路線的 就是它其實不是普通的T恤 它可以就是拍照的時候可以這樣 喔 沒假裝 對 就是一個就是創意路線的 然後我想說我來賣看看 結果本來想說賣個幾十件就好 一賣就兩三百件有點空 真的喔 就整天都在寄貨 可是還滿賣得還滿好的 不過在這個部分好像小欣跟迷路股 都滿有心得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小欣 因為我自己是彈吉他很多年 然後就是自己試著在網路上賣吉他 那也像就是聽不見你說的 就是那年剛好時機比較好 我是大概十年前做的 那我商品差別性是 我的商品是獨一無二的 通常我會希望做的比較 就是早期老一輩在做吉他 都比較原木色 那我都會希望用 比較把年輕的色彩帶進去 比如說做黃色的 純白色 純紅色 然後盡量做的讓人家覺得不一樣 然後就會覺得這把吉他很特別 因為我發現很多的年輕人買吉他 他是為了 是 炫擺著 他並不一定要真的 木頭多密 聲音多好 其實他是其次 那像還有就是我的商品 會找模特兒來拍 因為我發現 我自己曾經想要自己當模特兒 我自己看過一張那個 美國一個派基他很有名 他是全身赤裸 然後劈腿 然後吉他擋住重要部位 我本來想自己來嘗試 怕沒人看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找 找女生來拍 然後發現這樣子瀏覽率 會比一般的商品高一點 然後這是自己在自己家裡拍的 因為在瀏覽很多宅男 比如說在家裡看有沒有 你吉他他會略過 可是有女生的照片 他會稍微停留一下下 然後好的文案加促銷 我會希望在商品介紹上 我會希望就是加入一點自己的專業 譬如說這把吉他他在按封閉和弦 還是相關的 他會比一般吉他還順手 那我的吉他因為自己有彈吉他 我會畫比較細的弦 那促銷的話我會加上說就是免運費 然後可刷卡 那我們是在Yahoo奇摩 這個比較大的平台 我們有之前是購物通 現在換超級購物 超級商城 然後就是曝光率高 然後就是最後是貼心的服務 就是在有個idea是陶子姐給我 就是陶子姐生日的時候 一把吉他就像斯華洛斯奇水鑽 那那天播出以後我的舞名 有試著幾個人說他訂那一棟吉他 然後我就覺得哇那是個可以做 所以我就後來就把一把吉他就是 先試一個樣品也是香上水鑽 然後推出這樣的客製化服務 因為很多人不想跟別人吉他一樣 然後後來就是可以發展 像我們現在發展有爆紋的 就是在背面 然後可以香個人 然後甚至是會在吉他邊邊 可以那個就是浮水印打上名字 然後有些人知道 比如說訂婚用的啦 就把結婚或離婚都很適合要來 離婚 離婚做一份 離婚 好聚好散嘛 離婚也是那種快樂的紀念這樣子 所以很差別爆 對啊 那你現在營業額多少 你做了這麼久了 就是 250萬 就還 一個月 百萬 對啊 就比以前好很多 可是相當 我們的付出去的時間 跟心理也比別人多三四倍 對 所以差不多六百萬 一個月差不多六百千 六百萬 多少 沒有到六百啦 那就是 那就是五百九 五百五 他說最近要換新車 就還不錯這樣子 換什麼車 什麼車 我沒有換車啊 他亂講 互收報道 他的大老闆就對了 大老闆 米露谷要跟他PK喔 來 你的網拍秘機 加油 我 我是就是為了省那個刊登費 然後所以我會先在我的那個 無名相簿先就是放照片 然後等到那個人確定要買了之後 我再到Yahoo去開賣場 給他下標 然後我的主要商品就是 是找那種日本帶回 然後韓國空運的那種就是 自己當模特兒 你看就是像那種 就是這個毛衣 是我從那個日本帶回來的 而且我放上去幾天而已 那都不OK 瞬間就賣出了 就瞬間就賣出 對 就一件而已 那都是限量的 瞬間 廢話 然後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要講說那個 我的那個款是不是超酷的 像這個帽子 就是現在韓國街頭必備 每個人都要有的 而且你一瞬間戴上去 就會變成超帥的偶像團體 很像Super Junior的感覺 來 妳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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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 你看Super Junior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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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除了那個 除了那個之外 我還有這種就是 冬天女生一定要必備的毛帽 你看這個球球超大顆 就超吸引女生會購買 而且是超彩色的 就很可愛 它的顏色又是黑色 就超白搭的啊 然後第二個我要吸引人的是 就是我會找那個 比較漂亮的地方 當作背景來拍照 然後我的照片呈現就是比較簡 就像這種 比較可愛的背景 然後照片呈現就是比較簡單 這個 飄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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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浮的飄浮的飄浮的飄浮 你看拍照還變超漂亮的 有嗎 有啊 她喜歡找長梅的地板 等一下 然後這個啊 我的價錢是超合理的 這個我 你看吊牌還在 原價就是2000多 我只賣1500 但是我現在就是 瞬間降價1300就好了 瞬間降價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我最貼心的服務 就是我的那個包裹 就是你今天會錢 我馬上幫你寄出 你隔天就會馬上收到 而且我的包裝啊 就是超好的 它都是防水的 我會把它的那個 貼滿的 全部封死 我自己做的防水 就是全部封死 然後它那個水都不會湊進去 但是我這個就是 被那個買家講說 你這樣我很難打開 所以我就... 打不開 而且 它上面寫出來 所以我之後就改編主意 我就只有黏四邊而已 而且就是你如果說 你要我的個人照 我還會附贈給你 這樣 有人要嗎 有人要嗎 有人要 有人就跟我講說她想要 然後我就附贈給她 是女生 我們要請問一下這個婉婷 自己有沒有在這方面 有什麼皮膚有沒有 在網拍上面 選商品的時候 以網路在選商品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其實又有流行款 那流行款的部分的話 就是看今天流行什麼趨勢 可是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比較容易造成庫存的部分 譬如說像今年流行 PE啊 或者是像蕾絲 可是像這樣的東西 如果說流行性太強 那如果你明年 如果有庫存 然後再拿出來賣的時候 看你那不是去年的嗎 所以其實像這種單品的話 就會比較小心一些 那一般的網友接觸度 也不一定會那麼高 但是我有帶... 對不起可以告訴我們一下婉婷 比如說像你剛剛講 那麼流行的那些單品 通常一次你會覺得 大概先抓多少量 我的數據都要是依據 可能我們的熟客啊 然後各的部分以及品牌風格 包括還有價位 因為有的時候你寄出的時候 你寄出去進的貨 它可能皮料啊什麼什麼什麼 會比較貴一點 譬如說可能980 可是到了 欸如果這款好賣 丟粥了 那可能就很多廠商就會出 丟粥 對丟粥就是 我們服裝會講說 不好賣叫丟粥 然後很好賣叫丟粥 丟粥 對 然後如果這一組丟粥 可能後來就會很多廠商 它可能會出那一種 因為其實很多工廠都知道 現在網路可能只看照片 然後它可能就會找 類似的材質 可是你拍起來是一樣的 那 你收到貨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說 其實摸起來不太一樣 那價格就會變比較低 那我會依照價格高低來 去衡量那個量 然後其實我要講剛剛那個 就他剛剛一開始第一個 有秀一張照片 一個毛衣嘛 他說他一刊登上去 其實就秒殺這樣子 我覺得他那一張照片 拍得很有氛圍的地方 在於說 他有把毛衣就是縮到他的手這邊 就其實我們在網路上做生意 如果是賣這種暖呼呼的東西的話 就女生把這種領口啊 抓在臉上磨蹭啊 或是那種裝可愛感覺 其實都會賣得很好 暖呼呼要這樣 對 那銀蕩蕩呢 銀蕩蕩的話 就趴在臉上 趴著 他們一定有 對不對 那應該是就直接毛衣擺在旁邊 對 我會就擺在一個毛衣 那網路上的這種經典不敗的話 不是指的是不是這一款而已啦 網路上那種經典不敗的話 其實台灣的女生的話 她還是都喜歡 有一點點性感的感覺 但是不能夠很貼 因為她可能會想要吃吃到飽 然後肚子就突出來 所以你不能夠太貼 好瞭解喔 對 然後是要有一點點有 就穿起來有一點腰身 然後又可以讓她 有點耍可愛的感覺 所以像那種毛茸茸的 或者她可以拉成伊志玲的衣服的話 網路上銷售都會蠻好的 或者是樹面 或是樹面帶一點金蔥的 那如果像這一種的話 其實在載購上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放心進多一點 因為這種比較不會有過激的問題 那除了在這個網拍的部分之外呢 比如說我們在上面 其實網頁上面很多文字啊 或是圖片 是什麼樣子的文字圖圖片 讓你忍不住想要點進去看呢 接地 我從國中就follow小新的網站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她網站最厲害 是讓大家覺得很用心 我國中你就知道 對 她會讓大家覺得她很用心 是她不是 她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不讓大家覺得 那是一個網拍的 就是要銷售的商業行為 是 她把整個東西做得非常的知識化 她提供她的經驗分享 然後把她彈吉他以來的 包括一些樂譜或什麼 都放在那邊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變成一開始大家可能就是 喔我要找 我要看吉他怎麼學 要怎麼彈 去看她的影片 然後 後來就看到 欸這邊有賣吉他 然後就看到說 欸這邊吉他很便宜 她一開始的吉他賣非常便宜 所以一開始初學者 看了她的吉他譜 看了她的吉他教學 第一次我當然就會順著在那邊買吉他 對 所以我覺得她用心做的程度 會讓人家就是 流連在那個網站很久 對 流感量會很高 很有心啦 其實 對 太有心 那這個梁武帝 這個是嗆聲網站 對啊 對啊 就有這種的標題 沒有來你就會死 因為我很怕死 我就跟店去看看 我跟你講… 我來死 我嚇死了 就沒有什麼東西啊 唉唷 現在事情了 他就是接到幸運性 然後會狂回一百瘋的那種 然後他好怕死 阿怪 就我們到了這個 不會再長的年齡嘛 然後看到真高的東西 就會很好奇 就會想看 點進去可能是什麼藥或什麼 然後有一次我看那個真高 我就點進去 結果連到是 顧小偉的王子 對啊 然後就大家都問他 鞋墊怎麼樣… 賣鞋墊 對 是鞋墊 不過這個階段呢 剛剛這我們兩位也是 也是廝殺了一下 也要請這個小玲跟這個 兩位專家 討論一下冠軍應該要給誰 我們已經有決議了 對 我們希望發一份 鼓勵的獎品給小欣 好酷喔 為什麼是小欣 為什麼是小欣 妳就突然很酷喔 對她 我覺得她就是 以她的各顧客 她的網友為出發 然後提供他們客製化的商品 其實就像我們公司的服務一樣 希望以網友為中心 所以有同樣的概念 有什麼小禮物 有什麼小禮物 太好了 送她女蛙屎嗎 回送女蛙屎 黃麥基拿來的那個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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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最後我想請問一下三位來賓 除了我們今天討論到這一些 還有哪一些新奇有趣的網路服務 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我們今天討論 就會發現說 其實大學生們 她在上網的時候 都有自己屬於自己的生活圈 她也有一些固定她會 適合她生活型態的一些網站 還有她的網路來去做使用 所以呢我覺得我們公司未來 其實在服務上面也會更創新 然後呢想要提供一些以網友為主的商品 然後把這個主導權交給到網友手中 讓他們知道其實他們才是世界的中心 翔哥 我是覺得很多大學生 經過這一集錄影 我才發現原來你們真的很有才華 那之前我們都不知道 你一直以為他們 沒有 我 我發現 我發現 這可能真的是需要 告訴大家說你們在才華在哪裡 那我覺得部落格 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我覺得 改變世界其實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靠劍 那它就是運用權力 那一種是靠劍 那是靠劍 對 對 攻擊人 對 那一種是靠劍 其實也就是藉由創作產生你自己的觀念 然後來說服其他人 那網路它本身就是一個傳播的媒體 就是不管你是誰 然後也不管你有沒有咬著金湯子出身 然後只要你努力 你都有可能在網路上就是成功這樣子 然後就是夢想不是有權人的權利 嗯 沒錯 好 最近我有一個想法啦 什麼 開一個部落格 唉唷 太好了 叫做 對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新的想法 去完成自己的夢想啦 非常好 妳那句話是太經典了 我能不住要講 因為是我看到新聞播報 然後他說都已經說 譬如說某某某 譬如說 譬如說中天新聞 阿肯納豆採訪報導 然後已經講完囉 然後才出現那一句 妳知道嗎 這個結尾好強烈耶 真的喔 驚悚騙的感覺 這都爆住了 好 請期待我的FYCO 再一次謝謝三位特別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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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